太空高光谱卫星 EOE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2000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了搭载高光谱传感器Hyperion的EOE卫星 Hyperion在242个光谱带中产生了30米分辨率的图像 Hyperion真正开启了太空高光谱成像的序幕 如果你想自己测试Hyperion图像 这些数据可以在USGS地球探测器上免费获得 光谱范围0.4微米至2.5微米 Pro-by-E ESA 欧空局于2001年启动了基载自主项目Pro-by-E 它搭载了用于中分辨率高光谱成像的Chris紧凑型高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它的高光谱模式在34米GSD产生了63个波段 但它也可以以像素分辨率重新配置为150个波段 光谱范围0.41微米至1.1微米 Prisma意大利 Prisma于2019年作为中分辨率高光谱卫星发射 这是意大利的第一个此类项目 将有助于作物分类、资源管理和环境监测 Prisma PR-Eccasar Eperspetrial Dalamissioni Applicativa生产250条带 具有30米GSD 光谱范围为0.4微米至2.5微米 NMAP德国 德国计划于2020年启动环境测绘和分析计划NMAP 这颗高光谱卫星将由228个波段组成 GSD为30米 光谱范围0.42微米至2.5微米 Hesui日本 高光谱和多光谱成像仪Hesui将搭载在Aulus-3上 这种日本高光谱传感器将有185个波段 具有30米的GSD 它计划于2020年推出 光谱范围0.39微米至2.6微米 Hesp-IRI美国 高光谱红外成像仪Hesp-IRI预计将于2024年发射 它将配备具有60米GSD的Vessware成像光谱仪 光谱范围0.39微米至2.6微米 来自太空的高光谱成像是一种罕见的商品 主要原因是它的复杂性和大数据量 例如Hyperion图像包含242个单独的TIF文件 每一个都显示出微小的光谱 如果组合所有242个图像 则数据大小为188MB压缩 但这一地带面积极小 只有680平方公里262英里2 然后 如果您将其与典型的Sentinel 2场景进行比较 该场景面积为12000平方公里4660英里2 但多年来 技术和存储发展迅速 高光谱成像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吗 答案是肯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